女孩被陌生人推进房间 将她的嘴用胶带封住 取下发卡收集起来 男人戴上手套和御帽 在地上铺满塑料膜 严珠被蒙上双眼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她不知道自己将经历可怕的事情 严珠父母离异 跟着母亲婴男生活 这天放学后 所有同学都回家了 婴男迟迟没有来接她 她打电话询问 由于婴男正在谈很重要的合作 无法接听女儿的电话 乖巧的严珠知道母亲忙于工作 不好再催促 决定自己走回家 却不知她早已被人盯上 一辆白色汽车跟在她身后 走进无人的小巷时 男人摇下车窗叫出严珠的名字 严珠毫无防备和对方闲聊 男人谎称是婴男的朋友 让自己来接她放学 严珠信以为真上了车 车辆开到陌生的小区 男人告诉她 婴男就在楼上 严珠觉得疑惑 但天真的她还是选择相信男人 婴男迁往合同后 匆忙来到学校门口 早已不见严珠身影 她打电话给女儿 男人夺过手机摔在地上 将严珠推进房间锁上房门 随后绑住她的四肢 封住嘴巴 蒙上眼睛 弱小的严珠根本无力反抗 男人来到浴室 戴上手套 又谨慎地戴上浴帽 取下严珠头上的发卡收集起来 里面满满一盒各种各样的发卡 看来男人不是第一次作案 不知有多少女孩已经遇害 她在地上铺满塑料膜 对严珠实施伤害后 将她的指甲剪掉 撕下塑料膜扔进垃圾桶 地板经过反复消毒清洗 确保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打扫完案发现场后 男人将严珠装进红色编织袋 放在垃圾桶旁边 直到感觉男人已经离开 严珠才敢挣扎 另一边 英男正在四处寻找女儿 她来到警局报警 警察表示失踪不到24小时无法立案 可能严珠在同学家玩忘记时间 等会就回家了 但英男总有不好的预感 女儿不可能不接电话 见无法向警方寻求帮助 英男只好离开 在街上继续寻找女儿 女孩被扔在垃圾堆 浑身湿血的她被路人发现 英男看到躺在地上的女儿连忙冲上去 严珠已经陷入昏迷 看着眼眼一息的她 英男悲痛欲绝 将严珠送到医院抢救 好在她没有生命危险 但身上所有证据早已被清洗干净 根本无法锁定嫌疑员 英男不敢想象这几个小时 女儿经历了什么 医生告诉英男 严珠身体受到创伤 未来将无法生育 更重要的是 严珠精神上受到的伤害 现在她已经醒过来 但不愿和任何人交流 英男打电话给严珠父亲 父亲立马来到医院 她并不在意女儿的安危 而是责备 英男为什么要送严珠来这里治疗 她是医院很有名气的医生 所有医护人员都认识她 她不想女儿的丑事被传得沸沸扬扬 从而败坏自己的名声 现在严珠的手术顺利 希望立马帮她办理转院 英男彻底寒心 无法指望她找到伤害女儿的真凶 忙得焦头烂额 似乎并不想管严珠的案件 在英男的苦苦哀求下 马警官来到医院为严珠入口供 让她再次回忆起那天痛苦的经历 严珠讲述了案发 当天遇到男人的整个过程 当问到进入房子后发生的事情 她不愿再说话 害怕地流出眼泪 马警官的扑面而来的问题 严珠无法回答 站在一旁的英男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她立马安抚女儿 让马警官不要再问了 英男不知道的是 马警官早已被父亲收买 父亲不想将这件事情闹大 影响自己的工作 更让英男无法接受的是 为了走完流程 马警官带着好几名工作人员进入病房 用相机对准严珠 让她重新叙述当天发生的事情 英男不忍看到女儿一次次受到伤害 决定自己寻找真凶 通过严珠给的信息 很快找到凶手的住处 男人看到他 拿起装有证据的包撒腿就跑 英男连忙追上去 男人一拳接着一拳挥在女人眼上 他想抢夺装有证据的包 里面的资料足以让伤害女儿的凶手 受到法律的制裁 英男死死抱住男人的脚步让他逃跑 男人毫不手软对他拳打脚踢 他根本不是男人的对手 很快被打倒在地 男人连忙将证据藏在垃圾堆 一辆巡逻的警车路过 要将两人带回警局调查 男人在英男耳边 小声讲述伤害严珠的过程 英男再也控制不住 对男人动起手来 警察看到坐在后排的他们发生争执 将警车停在路边 男人找准机会打开车门逃跑 英男希望警察立马搜查男人的家 但目前没有掌握实质性证据 不能直接上门抓人 马警官表示需要精心制定抓捕计划 英男意识到无法指望警方 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让凶手付出代价 于是他花重金找到当地的黑帮老大 让他们帮自己抓到凶手 这天 男人正准备作案 老大拉开车门将他踹倒在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绑在车上拳打脚踢 擦掉他脸上的血子 剪掉他的头发 老大和英男装扮成父亲和助理的样子 将男人拖进医院的牙科室 用胶带绑住全身 男人根本无法动弹 英男戴上手套 将他的嘴撑开 用工具磨掉他的所有牙齿 在舌头上注入药剂 让他血流不止 英男满意地笑了 随后离开牙科室 第二天 男人的尸体被发现 警方调查监控视频 发现是父亲和助理绑架了男人 接着又在父亲车上 发现受害人的毛发和血液 即便父亲面对指控拒不承认 但现在证据确凿 他白口莫辩 就这样成为替罪羊 这一切都是英男的计划 电影 公正社会 批判了这个充满丑恶和不公的社会 最终英男只能选择以恶制恶 用自己的方式让凶手付出代价 还将罪名甩给不配作为父亲的前夫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